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发生至今十年了 尽管附近地区陆续解禁重开 不过愿意重返家园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当中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对政府的进化工作没有信心 而且十年人事变迁今非昔比 即便回去了要重建社区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得到 居民感叹如今连隔壁家住了谁他都不知道 人说十年沧海桑田 2011年3月11日的夜长地震引发毁灭性海啸 再造成自切尔诺贝利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 这样的大灾难在十年后的今天看来 仿如昨日却已事过境迁 尽管周遭部分地区已经解除避难指令 政府甚至提供奖业 包括搬迁和装修津贴以及降低租金 狐狸当初撤离的居民重返家园 但愿意回来的人数寥寥无几 以浪腔体为例 20%地区已经节禁重开 但人口却是以往的7% 而且65岁以上的人就占了将近四成 这名83岁的老伯伯在南马乡市解禁后便和太太重回户地 但两老即便相伴左右 却还是难免有些孤单落寞 不为什么 孩子对政府的进化工作没有信心 不愿意让孙子到访这个地方 而有这种顾虑的为人父母者 两老的孩子不是唯一一人 这名拥有四个孩子的太太秀坦言 为了孩子现阶段是不会回去的 一些居民也说 部分人其实是因为政府停止援助流离失所的人 才让他们在别无选择下回到这里 然而即便是自愿归来 也是人是以非 在邻里关系缺乏互动的环境下 居民感叹 相比重建灾区 重建社区似乎更艰巨 更耗时 期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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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 继续 新闻